我们在这一边看旧的Cityverse 5.1 Reflection of Light 然后它的reflection of light呢有包括Plan Mirror 所以我之前有帮大家上了一下复习了一下Plan Mirror 然后在这一边它问哪一个Digram shows the correct reflection of light from a concave mirror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App是它的principal focus 所以它是在这一边它进入F Parallel近 然后过F处 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三个ray里面 我们有rayC过C近过C处 然后我们还有rayP它是parallel近过F处 然后过后呢它就有那个rayF就是过F近 parallel近处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边都是属于rayP的 它parallel近过F处 这样 ok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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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它的focus在后面是错的 然后A的focus在后面也是错的 这个应该去F 不是去那个C这边 所以这个也是错的 这个答案是B 然后它是parallel近过F处 然后 然后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它说 Diagram 14 Show the position of the man A forward port and a pan mirror 然后在这一边它说 What is the distant emitter between the forward port and the image of the man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自己大概再重画 小一点的那一个东西给大家看 ok 你就心里想 它原本是在这一边的 这样 这一个东西是这样的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把这一个当成是我的那个 镜子 所以我的镜子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一个人 ok 它人距离它4米 ok 然后它人距离它4米 然后 在这一边 它的人的image也会距离它4米 这一边 然后 然后它的port在这一边 image of the man 它的port在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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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port在这一边 距离它3米 所以它问 distance between the forward port and the image of the man 的时候是3米加4米 所以它答案是7米 所以它这一个是3米加4米 等于7米 所以它答案是D7米 ok 好 来我们再来看 呃第三题这一边 它是一个board 然后look at the image of the p in the mirror 然后how far is the image from the board image of p from the board 所以你看这一个是镜子 然后p在这一边 这样它的这一个p prime呢 就是说它是镜子的image 它在这一边 它 这一个是4米 所以这一边也是4米 因为我知道 我的distance of image 跟我的distance of 那个object是一样的 它这一边是4米 这一边就是4米 所以这个男生 跟这个image之间距离的话呢 它就是3加4等于7米 所以它答案是7米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就有一个object 是在20cm in front of concave mirror 然后focus是10cm ok 然后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age form 其实这个是我的f 这个是我的f 这个是我的f 其实也就是我的c 所以我自己有背的情况之下呢 我知道它会在它这一边 就是same size 然后它是倒反 它就是same size 一样的size 然后upright 然后inverted i配R 它是inverted 然后real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是real same size inverted 所以就是这样 ok 记得我们在这一种题目的时候呢 它其实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在f 第二个点是在c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前面 这一个到这一边是属于正的 然后它后面这一边是属于反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之前是大的 然后这一边 这一个之后是小的 这一边是一样的 same size 这样 然后我们的正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upright U配V U配V U配R I呢 是emited I配R ok U V i配R i i inverted 就是real 这样的一种方法 i配 然后在这一边 它是一个男生 在 镜子前面3米 然后 它说 它把那个镜子向前移1米 然后 wha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oy and his image 所以我的这一个 向前移1米的时候呢 向前移1米的时候呢 就来到这一边了 ok 所以这一边是它的那个new position 这个是它的new position 然后它向前移1米的时候 这样它距离它就2米 然后它的image呢 就2米 ok 就是2米 配的是2米 这一边 就我的这个男生的image 就在这一边 2米 所以它是2加2 等于4米 ok 因为我们的这两个距离 它是属于 我的distance of image 会是等于distance of object 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它答案是4米 然后 它问哪里一个 不是正确的 ok 哈 不是正确的 这个就不正确了 它过西境 应该是过西处的 这个应该就错了 Race的话 它应该是 西境西处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西境 然后西处 这个就错了 哈 然后 这个是对的 然后这个是过F进 parallel处 这个也对 这个是我的rayC 这个是我的rayF 过F进 parallel处 这个是也是对的 这个是我的rayP 它parallel处 然后过F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应该是A ok 它的答案应该是A 第六题应该是A 然后 concave 然后它是parallel to the principal and repeated to the focal point ok 所以 有时候 连parallel提供的答案都会错 所以physics 我自己本身 不大喜欢 就是因为它 什么 参考书有错误啦 parallel有错误啦 然后作业有错误啦 ok 然后我自己本身有时候遇到那种错误 我自己也不大学 数学我就100%懂哪一个是错的啦 然后像这一个我其实也是可以讲是100% 我们知道这一笔是错的啦 这样 好 在这一边我们的XPM2012的第25题 它下面是object 然后 它问ABCD是它的image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的distance of object 会跟distance of image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7跟4就不一样了 4跟4一样 5跟4不一样 6跟4不一样 所以它答案是b 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它的那个characteristics of PanMirror的时候 我们记得 那个PanMirror它有5个 它就是 Uplight Virtual Simpsign 然后它的distance of object anddistance of image 是一样 然后 它还有laterally inverted 所以它是U配V的 UV OK UR就肯定不对了咯 IR IV就肯定不对了咯 然后IR 你照镜子的时候 你会imverted 没有啊 人会导管 不会 现在答案是b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9题 在这一边 他是一个男生 在这个镜子前2米 然后 他说 what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boy and his image when he moved1m away from the mirror 他move1m away away的时候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 来 退后 这一边 这样 他来到这一边 1米 所以 他距离 这一边 是3米 这样他后面 那一边也是3米 然后 他跟他的image 的距离 就会是等于3加3 等于6米 所以他答案是6米 OK 好 好 来我们看 这一个reflection of light 然后 这个是2015年的 这一个 他有一个 那个coco die in the water 和他的image 然后 他问 是什么导致他 form这个image呢 OK 所以 就是说 他这一个其实是一个镜子啊 OK 所以 他在这一边 他就直接跟这个一样啊 反 那就是reflection reflection of light 就好像这一个 这一个水面呢 就好像一片镜子这样 所以 你的这一边的 这一个 跟这一个一样 所以他是在照镜子 所以他是 照镜子 就是reflection of light 然后 这一边呢 他是一个蜡烛 然后 这个是object 跟image Now which part is correct to produce a bigger and an upright image of the candle 啊 他能够 比哥呢 哦 比哥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用那一个 不同的那种镜片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convex concave 然后这一些 镜子 镜子要让他放大的话呢 他应该 这个题目给的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啊 因为convex的情况之下 他永远都是缩小的 ok 然后 只有concave的才会变大 然后 他要upright的情况之下呢 记得我们是这样的concave的 他有两个点 一个是f 一个是c 然后 在这一边 这一边是大 然后 在这一边 呃 这一边 它是属于 哎没有 这一边 这一边是大的 这一边是正的 ok 所以它是在小过 它的u 小过focal 所以答案是 应该是b 不是b ok so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这一个 是concave mirror ok 这个 这个我没有 这边我没有 开到它的那一个 所以总之是concave 它一定是concave的 一定是这一种mirror 这个mirror它才会有放大 因为这个mirror呢 convex mirror 它永远都是缩小的 ok 好 所以它应该是concave mirror concave mirror 所以convex mirror不可能 ok 好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b 好 来我们看2017的这一题 它在这一边它有两片prine mirror 然后 它就 呃 这一个 beam of light 照去这个斜了的那个prine mirror 然后在这一边 它说 which ray diagram is correct to show the light path after the light is reflected by the 2prine mirror 首先 我知道 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 跟这一个是平行的 这一边跟这一边是平行的啊 然后平行的话呢 我们根据我们在form1的时候那边学的 这一个 会是60度 ok 然后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这一边它是parallel 然后它是属于那一个什么corresponding angle 对应的角 所以就是那个f的那个形状 一样了 然后我在这一边呢 我有一个垂直 这一边就会是30度 然后它出来的时候它这一边也会是30度 所以这一边这个也是30度 然后同样的在这一边 它这一个90度剩下30度 这边会是60度 然后这边也是60度 它就会是平行的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它的normal也是90度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会来到这一边这样出来 ok 嗯 对 ok 它这一边这个就是30度 然后旁边是60度 跟这个一样 它平行的 所以就这一边 所以就这一边 这样 嗯 ok 啊 我看起来这两个都一样 ok 可是事实上呢 是这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它不一样 ok 所以它不可以 这两个它不一样 所以它在这一边它不可以 然后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它也不一样 ok 所以它不可以 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应该是一样的 它画到好像不一样这样 哦 讲真的如果给我 我两个我都给它错了 ok 但是 算了啦 不要纠结 ok 哈哈哈哈 嗯 然后其实像我刚刚画的 它应该是这一条 跟这一条是平行的 到了最后的时候出来会是平行的 它有一点的跑掉那种感觉 但是 什么 比起这一个 这个很明显跑掉太多了 这样就 不要了 算了啦 答案是C啊 ok 然后 在这一边 这个是convex mirror 啊 我听听讲 在LED啦 在那个 什么 呃 那个 马路那边啦 那个镜子 convex mirror 然后 然后它是在啊 那个 炸货店 啊 可以看到 那个电源方便看有没有人偷东西 然后 它哪一个是correct的 ok 所以这个呢 它永远都是属于upright upright u配的是v ok ultraviolet 然后它永远都是缩小的 diminished 然后它永远都是缩小的 所以它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所以它是upright virtual diminished 这样 这个错 magnified 错 这样 然后 在这一边 它是ray diagram incident upten a planned mirror which pair of angle of incident and angle of reflection is correct 嗯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应该是这样 然后 过后它就 跟它一样 反射 来到这一边嘛 这样 然后它的这一个 theta 跟这一个theta 会是一样的嘛 因为我的i 跟r 会是一样的 i 所以这一边 它就i等于r 所以这一个 可以 这一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气时等于气时 ok 气时等于气时 也对 可是问题是 在这一边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我的i呢 是小过45度的 ok 所以我的i是在这一边 我的i是在这一边 我的r是在这一边 ok 我的r也是小过45度的 小过打的一半 它一半就在这一边 这个是一半 这样 记得我们的那个角度 它一定是从那个 呃 跟那个 什么 normal之间 这个 这个是我的i i小过45度 ok 所以这个答案是a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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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